禧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上甚甚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 今天我们金刚经共修 上一节我们讲到慧言 西菩提阿 他听主来说 他说他开了慧言 他说未曾 听到如是之经 就金刚经嘛 在这一次水陆法会的时候 有两姓的天主帝王 一个姓周的天主帝王 一个姓吴的天主帝王 朱主灵 朱建灵 来找姓周的 我们的贤士同修 姓吴的来找姓吴的贤士同修 要做什么 就是要借着 做两位我们的贤士同修 有有机会进入维新圣教 有百千万节难遭遇的 互国息灾水陆大法会 这么好的一年 又有各位同修一千万部的经 都功德来供养 好啦 我就用 人的思维 和历史的思维 周朝到现在几千年 那时候还没有佛法 还没有水陆法会 吴王 那时候也没有佛法 也没有水陆法会 所以 在这一次 与卫年三月二十六日 王产老祖圣诞 水陆法会的时候 我们依照王产老祖开示的 法仪 公说 周朝有四十一位天主帝王 然后吴王 吴王 公建 有七位天主帝王 他们都没有 参加过水陆法会 所以 所以今年 特别找他们的 姓周和姓武的后代祖孙 他们要来 他们要来 参加水陆法会 天津文化 你看各位同修 你就有偉大吗 以前的皇帝 赫赫一时 他还是要来天津文化 不然在空间 灵魂界 还在那边埋怨 所以王产老祖 慈悲导教十行 开启维新圣教的法文 这个法也是百千万劫南昭域的 水陆法会 在这些 古时候 还没有宗教法语以前 虽然是王 是皇帝 但是 没有这个因缘 来听到 这些经 所以王产老祖 是被 开示 要为他们 设作联位 来听听文化 都很高兴 新开议节 顿悟 无声华人 同瞻华意 在3月29日的时候 水陆法会圆满 奉送祖灵 灵归 极肉 敬谱 的时候 我所看到他们都非常高兴 向王产老祖鼎礼 然后一一不守的 藤雲 驾悟 回去 告诉我 明年还要再来 我说 我说还有43年 欢迎你们来玩 欢迎来仙佛寺 来这里一起共修 世界 所以各位 微信闲事同修 你们都扶扭福气 百千万劫 南遭遇 现在百千万劫 今重现 我今见闻 独寿时 愿洁如来 真实义 这个在提醒我们每一位 当下属生 善姻缘 我们要珍惜 尤其每个月的 最后一个礼拜日 在残吉山 千活寺 总滚山 千活大残堂 在这里共修 讲解金刚经 还有朱经 大家来参 来悟 你当下一悟 会破除千年黑暗 点燃一盏心灯 你就能够看到 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叫做心炎 叫做慧炎 所以早上 为各位说 你们当下共修 听经文法 当你们听到金刚经的字句 你们的世间岁势 就有两千五百九十年的岁势 当你们悟了 好 未来的金刚 不是只有两千五百多年 万岁万万岁 所以各位同修们 你们悟了 你的心为王 所以你们的心都是皇帝嘛 皇帝嘛 都是王啊 王啊 也是天王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生 有机会休息 所以西浮席 他为众生说了 他说 未曾 都闻 如释之经 就是金刚经啊 佛陀所开示的 啊 因为他说 西浮席 只有几岁 虽然 比释迦摩尼佛年纪大 最多一九十几岁 他还没有听 他还没有到这个经 释迦摩尼 我们佛所开示的金刚经 岁势亿万岁 万万岁 当然未曾得闻释经嘛 如果你们过去听到 有没有 没有啦 所以 老主书孙 今天要我讲金刚经 本来金刚经我不敢讲 太深奥了 老主开示说 你不要怕 用义 义经和金刚经活了为义 绝对能够把金刚经讲得很清清楚楚 又如义经 他的岁势 一话开天 过去无量节 再话辟地 未来无量节 一话开天 再话必定 人力其中 是当下生 当下这一生 不是未来生 哦 所以你们听到的如是之经 是不是很殊胜 啊 啊 西福提啊 那么有心情有智慧 听到 佛陀开示金刚经 他听到一段 那里面 那里面看着 对啊 感动啊 你看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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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经的书胜 但是今天 讲到做了 我一直把金婆婆的画过 有没有人哭啊 大家笑哈哈 而画 这个眼泪为笑声 心开意诫 听得懂吗 所以今天 这一句 未曾得文 如是之经 今天以前所讲的 五年来的金刚经 如是 过去所讲的这么多的经 和文化道童 已经融合为一 我相信有听过的也很少 只是我们 维新圣教的维新地址才有做姻缘 尤其我们这一节讲到慧言 慧言很空洞 但是你用《易经》 你就开启你的心颜 心颜 心颜 心颜有多大 大无其外啊 细无其内 不可说 不可思议 我教各位你们可以开你们的慧言 智慧的眼睛 你们回去可以 以最简单的用意 《易经》 凡事接战用意 你可以用意在这一千年后的4月7日里 台湾残岐山仙佛寺 会不会下雨 卦中若是父母摇动了 绝对下雨 卦中若是官鬼摇动了 一定打雷 卦中兄弟摇动的 一切是刮大风 若是主持人 与其他摇动了 万里前空 你已经看到一千年后的当下今天 若是不相信 你们一千年后的今天再来看 你相信吗 就有时候 在去年水陆法会的时候 老子书贞 开示 甲午联 有天温 所以要诵经 一千万步 回向 结果 出来的话 雷水节 香道 你追赶 下灯第三了 他从 慢 隐 行 过 过 群 天順 祖孫寮天衣 祖孫寮天衣洞 宰寮 寺寮 化為 之 烈風風掛 那時候是 晨月 王寒老祖聖誕的時候是三月晨月 所以 那時候去年的 當下 我鼓勵我們微信聖教 同修法師講師 鼓勵同修 認真誦經 不然有天文 結果 伊波拉病毒 來了 伊波拉病毒很恐怖 世界大家都在煩惱 但是從掛中來看 用慧眼來看 主生鳥 就天衣 天衣 所以大家誦經 主生鳥 主生鳥動 就是大家要動 要動起來 主生鳥 來相生四鳥 又來又主生鳥 兩個主生鳥都來相生 所以 鼓勵一直 一定要送一千萬部的經 到以衛聯的 農曆三月二十二日 就國立的 就國立的五月十號 那水陸法會升壇喔 結果我們鼓勵同修本人認真送 一定要達到一千萬部 結果在五月十號 總共送一千零七萬部 那時候我很高興 放下這個袋子 結果五月十號這一天 聯合國國際衛生組織 聯合國國際衛生組織宣布 一波拉 病毒解除 解除 解除 政府活動 列水解掛 困人出獄 解除困難 解除病危 解除這個天災 所以一年前 用意 就看到 一年後的五月十號 水陸法會升壇 一定解除 這個話 我很怕 我一直鼓勵 所有法師 閒事同修認真送 結果 五月十號 解除了啦 你們有過嗎 你們有開會員嗎 有沒有開新年 所以維新聖教 是二十一世紀到未來 世界人類 和平的燈塔 歐洲 歐洲 開會員 一年前 看到當下 不是我事情過了才講 你們去調路影帶 一直勉勵各位 一波那病毒 非常嚴重 一定要送一千萬部的精 才能解除 老祖開市了 老祖他開了 大肺炎 我們開了小肺炎 我們開了小肺炎 尤其 我們過分次道場 每個禮拜一的早上 神子人臉共修 一直在鼓勵各位 各分次道場 住持 一定要用心 鼓勵大家努力來誦經 絕對能夠解除 這個一波那病毒 結果解除了 所以在今天中午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 李秀蓮女士 他 聽到我跟他報告這個情形 很高興很驚訝 他說 世界上都在煩惱 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5月10號 解除了 正好 我們維新聖教 默默無聞 很謙卑的誦經 祈福 消災化絕 結果圓滿 所以 李副總統 他說 你把這個整理起來 我要送到聯合國 給聯合國 所有世界過國的人知道 維新聖教在為世界人類在祈福的功德 好 做功德都是過位的啦 是地球上六十四億的人民的幸福啊 這個就是慧言啦 毀幹啦 所以毀幹要知一些法 但是法 要有 諸佛菩薩聖神大神 王坦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 還是我們依法修行 結果 滿怨 這即是 維新聖教 所有全市同學們 都已經 開會 演 恭喜各位 謝謝